1.欧阜 你看她的大头贴都是这种二次元的 朋友们 怎么会有巨赵 她不是你当演员吗 姑女 小姑女 你看这个爸爸头那儿是小姑女 这个拍戏 而且她特别小心翼翼的 把她藏在这个后面 怕奶奶发现 你知道吗 你这儿位置很有限 你挂在这儿都是真有意义的办法 我高中初中的时候都会干这个事 就全部挂起来 有一个这个小帘自己弄的 现在也应该有保持童心 那我们就各自开工吧 好的 来 我们看看图画 你自己会做饭吗 那看得出来奶奶一直照顾你 一直给你做饭 然后做家务 孩子 我觉得我奶奶最大的爱好就是 做饭 我觉得这不算是爱好吧 因为我也很喜欢做饭 我非常非常喜欢做饭 可是我不是说要做给别人吃 才是我的爱好 我是做给我自己吃的 我做给爸爸妈妈吃的时候 有的时候或者是露一手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喜欢的人来了 我轻易不请客 我这么会做饭的人 好多人都说来我家吃饭 我说那我不行 我说我不是轻易 就随便谁都下厨要做 我得做给我喜欢吃的人去做 要做饭是很用心的一件事情 你看她奶奶做的食谱都挺好的 我觉得挺干净的也好 闻着也香 我奶奶就是反正每次她都说 我要不在家的话她就随便吃 那肯定 对吧 一个人想算了 有没有人 那就好好做菜 不就是为了你吗 我们美妆从哪个方向下手 画的 哪个是化妆包 这个 这个 然后平时化妆包都一直放这 是吗 对 所以我箱子没法合起来 合起来我这个地方也没有割的 这些都是护肤品什么瓶子 你就放这儿是吗 你为啥不把它拿出来 这样拿多麻子呀 拿刷放哪 包卫生间什么的都可以 我生间 我不在卫生间画 不是 护肤 这不是护肤用的吗 这些 这些至少可以拿出来 护肤我也在这儿 护肤也在这儿 护肤也在这儿 你跟奶奶是不是不怎么讲话在家里 对 因为 就是现在你说的 就可能聊不到三句 然后就 就能吵起来 但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我在当妈之前 我跟我妈也是这样 但我觉得要慢慢把心理 我们最心底这个结打开 你才有可能会 讲超过三句话 那我觉得好难 就是 而且我现在又 准备去做演员 我觉得我更不敢跟她讲 就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能瞒多久 然后 要是跟她讲吧 可能 根本要被她赶出去 不会 我觉得你要让奶奶理解你 然后理解你 为什么想做演员 做演员的初心是什么 我就让她多理解你 因为她现在可能是不够理解你 所以她用她的理解去 帮你安排好 她怕你不懂 她怕你不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她替你安排你去做什么 但如果你让她知道 你都知道你自己要干嘛 而且你很明确 她可能觉得这孩子长大了 她清楚知道自己要是吗 可是 我当时 就我爷爷去世之后 然后 我毕业 就是本来一开始 我和我奶奶矛盾 还有我爷爷调替了 但是 但是后来 就是我爷爷去世之后 就没有人做这个用法剂 就我和我奶奶 其实关系就 不怎么说 她干她的 我干我的 然后 大约毕业之后 我一开始就没办法找到很合适 很好的工作 然后 但是我对自己 其实当时有产生自我怀疑 然后我奶奶 你知道做了什么事吗 突然有一天 我接了一电话 就是说 聚委会 我说聚委会 对 然后说 说那个 那个垃圾车管理的工作去不去 前台的工作去不去 然后我就很懵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学的不是这专业 嗯 然后我就挂了 然后后来我就 我奶奶回来之后 我就问我奶奶 我说 我说为什么要把我的那个电话给聚会 嗯 我觉得这件事我可以自己处理 为什么要 就感觉广而告知的样子 嗯 然后她说 早知道 所以说你就不应该选举专业啊 但说你要不换个领域 比如说金融领域 对 然后就是 就想让我去做这些 我不是说 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不好 就但是就是 不是你的兴趣 对一个不是兴趣 还有一个就是毕竟学了四年 嗯 就是还是想 睡意自用 对 然后 然后但是奶奶就 即便知道我喜欢什么 她还是不会 我觉得会不会是那个年代 不够理解 自己行的 嗯 其实是 她现在好像都不太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知道老人家有一种 因为不理解而惧怕 她不清楚的领域你踏紧 她不确定你安不安全 她给你介绍了 给她知道这个领域OK的 安诚的给你 其实换个方面想是这样 她是以爱为出发点 不管她讲的话也好啊 或什么 她其实是以爱出发 她希望你好 我觉得奶奶 她是用她的这种方式 希望可以独处明明 在她还没有离世之前 她可以看着明明 可以打理自己 可以为自己坚强独立的活下去 希望刚好看到孙女 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 给你们 спасибо motiv 欢迎订阅 为什么 我向超级 我提的 想到 看看 retr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